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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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全部做好 玻璃和门也做好给大家 这些到时都有的 冷气机和电视机我们包了 有一个很低的路台 五十三个风 路台是不是很低 这个路台差不多十三到十四个风 这边你就可以放洗机 做一个洗柜 上边再做一个吊柜 可以放一些泡沫都可以 还为你似乎未看清 为何未了解这一份情 谁令我孤身直影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加东 今天来到了湘越关的卓越玉山海西海岸 我的正前风小小下去就是一条八点四公里长的 好白症的这个沙滩 出去就是太平洋的这个位置 用这个风向 上望眼镜跟高楼层 仿 HS 可以看到香港的那一 bako 我看到前边有一个小岛 之后那时叫做小星山 这个 Sabbath jumper 可以浮淺和深淺 有興趣可以過去找 我們在這個位置 左邊就是無邊際的許景泳池 和健身中心 即是業主會所 我的右邊就是餐廳的位置 成棟現在開了第一層是餐廳 二樓三樓和四樓之後 全部都會做回商業配套 這個樓盤我們就詳細和大家 介紹一下它的區域和情況 現在正在賣的單位 就是一房和兩房的單位 走來賣光 如果有興趣可以約我們過來看看 先看看溝通 首先我們卓越玉山海 在這個位置 平去古城在這裡 旁邊的港口站 這邊就是卓越玉山海 整個許溫很大很闊 現在十年之後 我想應該是有一條線 規劃是可以直接來到香港 不過這一條線 我想應該還要很累的時間才會做 現成有的就是 我們可以直接 西九龍出發 或者是福田高鐵站出發都可以的 西九過來的話 一百一十元 福田過來的話 大概是五十幾元 直接可以來到偉東南鎮 如果西九過來到偉東南鎮 全程大概是七十分鐘就可以了 到了高鐵站之後 然後呢 你直接可以搭公交車來到 卓越玉山海 就在旁邊的 到了之後 走幾步路就到的了 那麼公交車 這一種比較省錢一點 你也可以直接在偉東南鎮 搭過的士過來 大概是四十分鐘左右 那麼全程呢 就大概需要五六十元這樣 人多一點點 均下來可能價錢會更便宜些 我們可以直接在微信呢 就 小程咀裡面呢 有個哈佬的順風車了 那麼我們在這個樓盤 直接去到連同關口 連同關口呢 然後 這個是拼車的這種風色啦 那麼我們其實可以直接包車的 譬如說我們直接包 一包車就加到四個人 那麼四個人在這個位置 那余山海去到連同關口呢 大概就是兩百七十元左右 就搞定的了 所以我們出了連同關之後 譬如說我們四個人一齊過來 那麼人均幾十元就說 都很划算啦 那麼一個半小時就可以到的了 所以其實那個溝通 也都算是比較方便的了 OK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樓盤 本身的這個情況 我們的位置呢 就在花園酒店 這個溫德姆這裡 這個位置的 那麼現在正在賣的 那麼先說一下配套 下面呢 剛才說了有毛邊掣 我們在這個位置 有毛邊掣泳池 那麼建三房 上面幾層都是做商業的 只不過還沒夠付這麼多 所以呢 有些商業還沒開 這一部分全部都是商業 還有這一部分呢 也都全部是商業來的 所以呢 可能過一兩年了 這些商業配套 全部都會開齊的了 然後呢 賣著的 我們之前賣過複色 複色全部賣光了 那麼說這一座 第一座 最靠近這個海灘邊上的 這一座的位置 前面這一些單位呢 就全部都是望西林 潮西林向望海 直望海景 那麼兩房七十六個 風鞋兩房兩次 帶來精中修 嗯 七月份就可以交到樓 辦完手續之後 都差不多可以交樓的了 首期呢 就七萬幾元 就九點的了 總價呢 Full Pay 就五十三四萬 按揭的話 就五十六萬左右 就OK 那麼然後呢 還有一些小單位的 就在背面這一邊 那麼背面 它其實都可以看到海的 只不過它看的海呢 是東海岸那邊的海 所以呢 就比較遠一點了 那麼 價錢呢 其實都很好明了 五十三個風總價就是 二十七到三十一萬之間 那麼 算一下 譬如說 譬如說 二十七萬除過五十三個風 一個風五千萬 多少少就可以 九點了 是不是很划算呢 OK 那麼我們現在就帶大家 一齊過去看一下 這個兩個單位的間隔 和它的景色是怎樣 等下見 我們來到示範單位這裡 那麼我們看到後邊 我們生後寫著 是溫德某花園酒店 五星級的 那麼翠爺本身又 運營了很多五星級的這些 這些大酒店 所以它本身的 酒店運營能力是比較強一點的 那麼這裡 就可以看到翠爺附近的 那些遊玩的設施 那麼這些 許景參巴 和這個 休閒區 下面這一部分 全部都是 這個小區 本身就自帶有的了 包括我們看到的 衣服房 毛邊際泳池 那麼上面這一些 就是出去的沙灘 和一個 潛水的這個基地的 有時間可以去潛水 一個人一百幾萬而已 包括你全非 包括潛水的舊殼 看看第一個單位 76個封 這裡入門口 那麼就 這邊有個廚房的位置 這邊是廁所 一間房間 兩個廁所 第二個房間 這邊整個路途 造成客廳和餐廳的位置 即是兩房兩次 潮南向的 那麼這一邊就是 中修高樓的標準 OK 那麼進來呢 首先看看這邊 有個鞋龜的位置 做鞋龜 那麼就 轉右這一邊過來 就是造成一整條的 這個虛縫式的 這個廚房的位置 那麼都不通煙氣的 所以都是用電的這一種 呃 風式 那麼進來之後呢 就有個廁所的位置 有個臨浴巾 空間都絕對是夠小用的 空間都OK 那麼然後呢 有個座廁 洗手池 都做好給大家 交流的時候 就是帶著中修的了 那麼這一邊呢 就是個床 這間這個床呢 是不到米8 大約是米7 大約 那麼 那麼這邊呢 就有個粒位 粒位呢 就剛好可以讓大家 自己去做一個定制的 衣帝衣櫃 做在這個位置 那麼你其實造成一個大米8 甚至是兩米的大床 擺多兩個床頭櫃 空間都絕對夠的了 那麼這一邊 從頭看出去呢 就是個無敵的許景 這種76個風實際上呢 在一座的位置呢 它是兩縫兩次是朝西南向的 西南向 那麼這個第二個套巾 那這個禮物巾會明顯 會更加的大一點 空間會更加的大一點 那麼洗手時坐視 這邊整個空間也都會大一點點 那麼這個房間的床 都說剛才差不多這樣的床 你放到兩米床 也都OK 夠了位的了 這邊也都是有留了一個位置 可以做這個衣櫃 OK 那麼再出來呢 就是整個廳了 餐廳客廳都在露台上面 這整個露台呢 二十幾個風 是送了一半職的 那麼這邊呢 就是個客廳的位置 看看電視機 那麼其實到時候 高樓實際上呢 上面那條樑 和這個位置 這條柱是沒有的 高樓的時候呢 是全面的這個狼杆 我最會送大家 整皮的這個玻璃圖門 都會做好高樓給大家的 那麼 最過來一點點呢 就是個餐廳的位置 那麼餐廳呢 又留了一個位置 可以做一個櫃 你這邊可以做一個 整個走櫃這樣的 這個狀態 那麼 我們就留意到呢 其實要留一個位置出來 涼心 或者是 放洗衣機 那麼其實這個位置 就正好可以做 你的餐廳呢 可以移過來一點點 這邊留一個位置 這邊就可以放洗衣機 涼心就都在這個位置 可以的了 這邊隔了一點點的 大概有這麼闊的位置 可能就夠用的了 大概這樣的這個空間 可以讓你涼心放洗衣機 或者是洗衣服 都OK的 好的 那麼整個單位呢 我們也都在視頻裡面 有接了一個實景圖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麼今年的七月份 就可以勾到樓的了 所以呢 其實都是准現樓 大家辦完手續 就立刻可以拿鎖匙的了 那麼 那麼 價錢的話呢 就是 如果你全費的話呢 現在就是五十四萬 差不多 如果是 按揭的話呢 就差不多五十六萬 左右 差不多這個價錢 那麼 現在又做一些 低手期的活動 給個七萬多元的 這個手期就可以了 找起家買 還可以送 全屋的家電 冷氣機 兩部冷氣 一個 還有一套五十三個封的 一房單位 那麼 這個呢 我們現在進入門口 這個位置 進來就是廚房 廁 廁所 房間 客廳 這邊是交付的這個標準 這種單位呢 總價現在就是 二十七萬到三十一萬之間 可以做按揭 看到這裡就是廚房的位置 到時 油煙機 這些 洗手池 還有一些櫃 都會做好給大家的了 那麼 轉過來呢 就是鞋櫃的 這個位置了 那麼 進來呢 我們看到 哇 這間房間已經相當小 很低的這個房間 是不是 因為你 你放了床 這個床是不止兩米 兩米 還要更 比兩米還要大 結果呢 出來之後呢 還有這麼低的這個空間 大家可以用到 那麼 看看怎麼設計 首先你這邊呢 就可以放一個 衣櫃的位置 做在這個位置 那麼 其實門口那裡都留了的了 這邊最做大一點也都OK的 那麼 這邊可以做一個書腿 順便可以放高一點 放高一點 做連整個書腿 或者梳妝腿 一起做都OK的 那麼 這個位置呢 你可以做放 放一個小小的 腿面 或者在外面也都OK的 你自己怎麼放下 那麼 那麼可以放一個 呃 餐桌的位置 那麼 那麼廁所也都很低的了 那麼 作為一房來講 這個這個 這個空間 全全真是 夠大 OK 那麼 那麼 那房呢 又有床頭櫃 這些全部做好 那麼玻璃和門呢 也都做好給大家 這些到時都是有的了 冷氣機和電視機呢 我們包了 那麼 那麼有個很低的露台 五十三個風 露台 是不是很低呢 這裏露台差不多 十三十三到十四個風 差不多 那麼 那這邊呢 你就可以放回洗衣機 做回個洗衣櫃 順便做回個吊櫃 可以放一些藉物都OK的了 那麼你如果是 將個餐桌放在裡面 你外面就不用預留的位置了 那麼你差不多是 這樣的設計風式就OK的了 那邊呢 就可以放回個沙發 那麼 放回個電視機 在裡面濾浪也OK的 放回一些小凳小椅 這樣沖一下茶 聊聊天 蒙一下大海 那麼 感受一下這個人生 反正那個價錢又這麼便宜 你如果做按揭的話 一個月供幾百萬而已 大哥 因為你給 譬如說你給個七百萬首期 那麼 替個二十多萬 二十萬左右 那麼 一個月不是供幾百萬而已 七百百萬差不多 所以那個成本其實是非常之低的 那麼你也到時可以做回托管 也OK的 那麼你又有免法入住時間 又有租金收 反正那個總價有這麼便宜 又是總現樓 有興趣可以看 過來看看 那麼兩房兩次來講 在整個宣言灣來講 這些單位算是 現時來講是非常之抵米的了 因為 因為 周邊呢 譬如說 紅海金 兩房 價錢 都貴的了 也都沒有什麼兩房 其實 那麼 做一個廁所的 五十幾萬到六十幾萬之間 那麼 那麼 整集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更多信息需要了解 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下集再见 拜拜